很多企业管理人呢,常常苦于找不到人才, 却又常常发生不能发掘人才,不能善用人才的情形, 以至于人才不断的流失,使得企业组织断成,规模无法扩张。 一个企业领导人应该如何试人、用人跟留人, 才能够落实人尽其才的理念呢?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。 这是个大学问,能够成为领导人,一定有人让他领导啊, 才能够成为领导人。没有人可以找人, 找的人来以后如何的能够留下他,而能够使他成长培养他, 培养了以后还不会走掉,再不简单。 我们首先讲,没有人的时候要找人,找什么人呢? 开始的时候谁都不知道,人才在哪里。 偶尔来一个两个三个人,也不知道是不是人才。 因此呢,开始的时候啊,先要开出条件来找人。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什么工作,需要什么样条件的人来担任这样的工作, 来替我啊,完成这样的工作。 那可以公开的招聘啊,跟广告也可以,通过介绍也可以。 但是这个人来了就很多了。 你去上一个总经理,来了可能十七八个人来,来应征。 那你要选一个,这个就是要看技术来了。 你看看,十七八个人之中,哪一个人最适合来当你的经理呢? 那就要看看,你跟这个经理,一个是呢,第一个影响是怎么样? 第二个呢,这个经理的反应怎么样? 第三个呢,这经理具备的条件是怎么样? 第四个,是不是他很诚恳? 他的意愿如何? 我们呢,其中呢,诚恳是最重要的。 技术啊,技术啊,是其次的。 但是,技术技能专益不够,他做不起来的。 而技术技能高,但是他诚恳不够,那来了以后啊, 那些公司就有麻烦了,有好戏可看。 所以忠诚度非常重要。 但是有的人呢,你第一面见的是, 看不出他是忠诚度如何的,没有关系。 首先呢,我们呢,能够感觉上这个人是蛮诚恳的。 那我们就最诚恳的。 而技术上,或者专业的知识上,或者经历上,他有这种条件的话, 哪个条件最好的,就用哪一个人。 这个也是要捧运气的,也不完全是可靠。 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缘了。 你有福报,你就能够啊,一看就看准了。 你没有福报的人呢,你看这个人,可能是生一个人,都是看错了,看走了眼的。 这就没有办法。 因为有福报的人,就是给你有缘的人, 这个有能力的人,非常忠诚的人,他会来。 来了以后呢,他会带下来。 然后呢,我们要找啊,普通的基层的人员, 来配合这个专业的,一个管理的人的。 那基层的人呢,是,也是有条件造得来的。 来了以后,我们要培养他,不要担心他跑掉, 也不要怕,说我招来的人呢,花了许多的训练的, 培养的时间和资源,而他最后啊,培养不起来, 或者是培养好了,他就跑掉了。 这个念头,不能有,你就是要投资嘛。 投资把人才培养起来,一个是在这地培养, 一个是呢,这钱的也培养。 那培养以后,看看这里边有多少人能够用的。 能够用的人,凡是要用他的话, 一定要把他当成呢,是你自己的家里的人看。 那在工作上照顾他,甚至于他的身体,心理的情况要照顾他, 还有他的家庭也要照顾到。 你这样子的推承自抚,而关怀他无谓不止。 像这样子的人,他还会跑吗? 这个薪水多少是其次, 你他的关怀非常重要。 如果你给他的薪水是普通, 而又不给他关怀, 那他常常想到离开。 为什么? 在这个地方还能待多久,不知道。 薪水这个地方是这样子, 其他地方也可以,可能更好一点。 如果对他非常的体涕,关怀,照顾, 那他的困难替他解决, 而在培养他。 像这样子的人, 就能够从基层渐渐地, 渐渐地培养成为你这个公司, 或你这个店,或者是你这个团体里边, 最忠诚的,最可靠的,最好的人才。 我有一个规矩弟子, 他是一个大使用家, 他主张说, 人才出于内部, 出于基层, 一定是从基层慢慢地培养起来的。 问题是在于, 有一些人,你对他怎么好, 你花了再多的心血, 他要走的照样地走, 他随时跟你叛变, 你对他怎么好, 他还是叛变, 那么遇到这种情形的话, 这是意中的, 不是意外, 因为人就由这种事情发生, 那你不要奢望, 那对其他的人, 还是一样的一本初衷啊, 要照顾, 要关怀, 要培养, 要善于善待, 这个样子呢, 流逝的人, 就是不可靠的人, 让他走嘛, 他应该走的嘛, 他不走在里边, 迟早, 也是不是你的人嘛, 那赶他, 那走掉了也没关系啊, 那到其他的单位, 其他的公司的区也很好啊, 是我们培养的, 对社会的是一个奉献啊, 这样子的时候呢, 走掉的人, 他也不会把你当成仇人, 因为你是那么抗慨, 那么大方, 那也是很好啊, 我美托夫, 请不吝点赞,